这位新上任 曾任驻美大使的张燕穗 首次与中外媒体见面 对于本次人大的议程 将处理宪法修正草案 除了纳入习近平思想 还传出将针对大陆国家主席的任期 做修改 他给出答案 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党章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宪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都没有做出连续任职 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 有利于维护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统一领导 只是以往都会透过这场记者会议 宣布军事预算 今年却取消了 在国内生产总值 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看 还是从人均数额看 中国的国防投入水平 都低于世界主要国家 由于今年大陆两会 是继去年中共十九大召开的 国家级行政与立法会议 不只涉及领导阶层的换届 还抛出修宪党政部门改革 也让本届的两会要到20号才闭幕 会期比往年来得更长 即将在五号登场的这个人大会议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将进行政府工作报告 这将会是两会当中最重要的一场重头戏 对于台湾问题会有怎样的表述 也将会是两会对台的一大关注焦点 以上是记者温凯成言配于北京采访报道